42,价钱是99,99这个minimal selling块是由厂家,必须要卖的价钱 给你进去看它的面料,面料是这样子啊,立体,它是emboss的,就对刺绣这样子的那个感觉 然后后面这个ribbon呢,是雪房的,OK,雪房,袖子腰围这边是这样子,有rubble elastic,袖子这边应该是有rubble elastic 整件上一身体的部分是有lining的,full inner lining啊,OK,full inner lining,它很好 好看,如果你穿前面,前面这边是这样子有折,很斯文,很宫廷的那个感觉 啊,助理的操法就是把颠倒外面啊,v放进去前面,这是正常啊,这样子则是完全不一样风格 当你穿起来会比较高档一点,要像主播这样子,所以那天你说我想穿的学性一点,这是太平凡 有点小心感这样子,这样子你就把v穿去,就是把后面穿前面就变一个v0 主播这样子的配戴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原理,可是不会累着哦,因为它后面是这样子 完全不会有担心累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把它,这个身后面我记得你们的rubble啊,这样子绑高一点 看那个款式,当上衣的话你就这样子绑低,绑低一点,绑低一点 这样子啊,就完全不一样风格了啊,我是穿着M这个款式,尚尾有预留空间 这么巧,你稍微是90修,已经预留空间给你的 然后就是说,腰间这边,你穿它没有拉丝是很小的啊,现在让你们知道哈,没有拉丝它是小的 可是,你穿我实在,你看我的腰是贴,可是我拉的话啊,它是有这么多的空间 所以说,不要担心说穿了这个,会太累什么这些要件是不会啊 长度就刚刚好,就是说不需要戴了,我们搭就搭这个裤子这样子穿 我去搭裙子的版心给你们看 我的是裤子的配搭,然后主播搭有去换个短裙的配搭给你们看 非常特别,最主要它是可以要穿,你那天你想穿比较四文天,你就把圆脸穿在前面 你说我当时,我想比较随心的感觉,我就把V领穿在前面 所以说是很值得带走哈,我是穿着M哈这个款式 等我的垂直下单,带走M size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搭的,还是带走了裤子的 想找一个比较特别的上衣,因为这样子上衣只有这个厂家会有 它是比较多的,多变化? 它的变化是比较少见的 有点小性感的配搭 如果是一个短裙的配搭,我就是一个裤子比较酷酷的配搭 你就可以搭开,所以这个裤子啊,APC06 上衣啊,两双,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款 只是这一件上衣可以两双,白色,蓝色 你说,穿着本身上不会有腰很大,你看才觉得贴,其实是不会啊 因为它拉伸,你拉下,拉伸,还有很多的空间 腰间这边是整片可以拉的,然后袖子它是属于这样子气氛长的袖子 然后袖子把这一边这个部分一样是有rubber elastic的 只是跟助理要穿M-size肯定没有问题,我是穿着S 我去换蓝色给你们看先啊 其实你的黑色M-size 所以你可以像助理这样子配裤子 如果你要不要Ladies的话,你就配半裙 对的 来,这次我就把ribbon穿在 所以说,下单了啊,M-size可以到96 所以说,我的腰无了,我的上位是94 现在有这么多空间,所以说96的话 一样,上身是不会有Lay 还是压松的感觉是不会啊 给那些不会带衣服的很适合啊 你是这样子,可以刚刚好,不会太短 就这样子可以上班穿了 最主要是说,它可以两双 那么如果你把B穿前面,记得你先保 就算是你没有跳掉,也是OK的 当然,有些人说,我就说要跳掉的话,可以啊 它是在这一边,你可以自己跳掉它 有些人会觉得,诶,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有个牌子在那边,你就自己可以跳掉它就好了 好 他知道你急了,他不要回来吗 M-size是白色XO的 所以说,如果这一期你想找一些比较高档的上衣啊 这个款是很强烈推荐你们带走的话 也是只有这厂家啊,会做这样子的款式 跟你一晚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啊,对 可能你有看到今天可能会是类似的 你说一抹一抹是没有 加上这样子的两穿呢,确实是第一次有 一件上衣,你可以穿两天啊 对,热洗的话,你明天大转过来 又是一样的风格啦 如果是没有讲的话,你会觉得就是两个款式啊 这个两件地服只是同色罢了嘛 因为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 你把它倒转过来 现在倒转过来穿了啊 就是把后面往前穿 所以好处就是一件上衣可以两穿 前后穿两面穿都可以 你会觉得啦 现在把前面穿后面会觉得奇怪的 来,主播我们看后面 它也是很整齐很规律的哈 然后现在就是前面的一个小绿回来的 然后这个ribbon啊 这个part啊 是属于雪房的面料 这边就是雪房加embolsen的一个款式 你要跟你一晚 不一样很特别的颜色 你带着我身上这个暗色 很特别的颜色 OK 助理是穿着m 我是穿着s 整件腰这边是这样子有rubber elastic的 袖子一样啊 是有rubber elastic 你不用怕会毛毛痒痒之类的 这个lase不会啊 很舒服的就对了 也像来主理讲 只有这个厂家啊 它会做这样子的款式 基本上啊 你穿去前面的时候 你不用说刻意绑什么ribbon 你只是这样子 交叉就好了哈 交叉就好了 OK 它不会奇怪的啊 前后穿的不会感觉到奇怪啊 因为我是上身啊 你会觉得很奇怪 可是上身了都很服贴 不会觉得你就是穿颠倒的那种感觉 是不会哈 你要他厂家有讲明 他这个款式就是做给 做出来给你们可以两穿的哈 你要穿的比较斯文的时候 就像来主理讲 特别正规的 就是把园领穿在前面 啊园领穿在前面 然后比较什么说呢 比较性格 其实它是那种不露的性格 你就是把B穿在前面 有没有什么的感觉 交叉它会比较随性的感觉 对啦 我身上的Electric Blue 最小的码 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S 这样 这一次我黑色 又把正规的穿法 对啦 整身黑 配搭这一条半裙 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你要特别的颜色啊 很建议你们带走这个蓝色 OK 也加上这个蓝是比较少 会有的哈 比较少 呃 除了这个厂家 会有带进来 基本上其他的厂家 都比较少哈 会有这个蓝 上一个色里面 如果你说比较出色的颜色 会是一个蓝哈 很特别这个颜色 写受的话 肯定是选择带走黑色哈 这个 然后就说 黑白是属于他的经典色 可以这么说 黑白是经典色 特别的颜色 要比较出色的话 建议你们带走蓝色 给你们说上班 尤其说 上班来说 不能说太花俏 还是说 你必须要代表公司 出席一些会议的需要 到这样子的上衣 建议你们带走黑白 那么呢 蓝色就表示说 一些聚餐啊 聚会之类的 然后蓝色的话 会觉得太出色了 如果你是代表公司 他就没有这么的适合 去派对的时候 你就穿蓝色吧 ok 上班 白跟黑了 就像助理讲的 比较经典的颜色 上班 ok 然后如果你去选择 你带走这件黑色 也非常适合 对 所以说黑色 每时上班 然后选择 也可以 没有问题 来 我先把他那个选择 正规的穿法 正规的穿法 一样啊 助理和我都是穿 同个款式 哪款式 助理是把后面 往前穿 然后前面是这样子 对 然后前面是这样子的 就是把正常 就正常的话 前面是看起来是圆领 很斯文的 他这边圆领 然后他这边是这样子有折 所以整体穿起来 是很有那个风情 就对 ok 三个色 黑 白 这个是后面啊 所以另外一个面就是 正面的是 前面 圆领 白 还有这个Electric Blue 你要跟以往比较特 不一样的颜色 你带走这个Electric Blue 比较basic的颜色 经典的颜色 就有黑跟白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 这一件穿M size就好了 我是穿着S 后面版的ribbon是这样子的款式 ok 三个色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要加单的赶快 因为数量很少 所以没有的话 我就要介绍我身上穿的 这一个半裙 ok 比较有点索小性感的半裙 他已经介绍了 裙子 裙子有啊 现在 裙子现在有 看裤子 来裙子 也是我们第一次 有带进这样子裁剪的 一个短裙 可以是属于一个短裙 ok 我们先要裙子的 不要走开啊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裙子 裙子是三个色 黑色 青色 跟红色 所有的尺寸的顾客 都有机会买得到 非常有意思 它是从S开始 然后最大去到XXL 所以说这个半裙 所有的顾客 都有机会买得到 这一只需要69 69 主播会穿S 我是助理 博会穿M size 三个色 黑色 青色 还有九红色